雪兰儿雪邦机场货运中心附近 昨天晚上发生严重死亡车祸 一辆载有43名马航货柜中心 约聘外劳员工的员工巴士 昨天晚上11点多前往机场的上班途中 失控坠入10米深的大水沟 校正单位是花了足足一个小时 才成功地将所有的死伤者救出 截至目前意外造成11个人死亡 包括一名本地印翼司机 其余都是外劳 另外还有33名伤者送院治疗 那警方目前还在调查巴士失控的原因 一辆载有43名马航货柜外劳员工的巴士 昨晚11点10分在机场货运中心附近 DS8路交通圈衔接路段 不知何故忽然失控 整辆巴士直醉10米深的大水沟 造成多人死伤 死者当中包括5名孟加拉人 两名尼泊尔人 三名印尼人 以及一名大马公民 也就是印尼巴士司机 死者年龄介于22到42岁之间 吉隆坡国际机场景区主任 主机飞里助理总监透露 其中八男一女当场死亡 另外有一名女子送院后不治身亡 其余伤者分别被送往沙灯 布城 嘉颖和万金医院抢救 伤者身份还有待确认 雪州消整局南部第五区主任 聂莫哈莫透露 当局在11点16分接获投报 赶紧派出38名消整员 三辆救护车 以及三辆紧急医药救援消整车 赶抵现场救人 当时候他们使用工具 撬开损毁的巴士车头 并锯开车窗 花了大约一个小时 才救出死伤者 警方初步调查显示 巴士是在事发路段上行驶时 直接冲入马路另一端的大水沟 至于失控原因还有待调查 警方援引1987年 陆路交通法令第41之一 也就是危险驾驶 导致他人死亡条文 调查此案 NTV7综合报道